我多想让我打败了吧 上牌楼留几大肉面 很多粉丝朋友一直给我推荐这家 但是因为我对大肉的兴趣其实并不大 所以一直都未能成型 正好有机会来这个上牌楼 我就想尝尝大名鼎鼎的留几大肉面 首先感觉这个价格是真蛮贵的 36元一瓣 但是这块大肉上来也把我尽到了 这块大肉实在太大了 我们是一碗大肉面 一碗大肠面一共是72块钱 它这个大肠也是这么多的 我上次在郭大肠买的卤好的大肠 也是39块钱 明显没了它这么多 照顾跟老板讲 都要找回来追手的大肉 这块肉是正手 鱼手的大肉对小九来讲 就去不浪费 因为大家都知道小九不吃肥的 南京面馆里面的大肉扫发 其实跟可肉差不多 皮上面先抹酱油 然后下一个炸 炸好以后再改倒扫 但是大肉面里面这个大肉 一般会比可肉炸的要稍微老一点 烧出来的颜色也会更肾一点 但是这样烧出来的大肉这个瘦肉 就明显比大牌的肉好吃 有的朋友吃大肉是粘肥一点瘦一阵头 那个吃法小九一般羡慕的 这碗大肉除了我刚才举起来的一块大的 其实它给了一块小一点的瘦肉 我就给摄影师尝尝 出于交换原则 摄影师也给了最少三分之一的大肠 大肠主的看上去颜色非常狠 但是呢并不咸 是我们南京面条店 炉大肠的传统口味 带一点小甜口味 不过面馆面馆 主要还是吃面 我们再来谈安排一下这个面条 幽灵面条和南京市主流老鲁面馆幽灵面条是差不多的 都是带一点茧的面 但是因为我去的这个顶可能不对 正是早房和正房那个中间的时间 早晨下面的这个水可能还没换 所以导致面条下足料感觉有点糊 有点占领 在面炭里面的感觉 看上去就不是太清楚 另外呢我吃面条是喜欢吃枪面 但是下的时候逛几袋老板找四个肉了 忘记和他瞎呛一点 他这个下手点呢就是正常的软硬度 我们再来看看他一下这个烫头 有以前吃老鲁面的敬眼 这碗面断散了 我看他的颜色我判断会很甜 但是吃中小正的是不能凭敬眼 他这个面条的面烫不光不甜 而且呢一点都不咸比较单 对于吃光后口老鲁面的小姐来讲 略味的寡当一点 不知道老板是不是出于 怕骨客热量似乎过多的考虑 面条吃的料有点干 感觉烫里面没什么油 按道理来说 这种红炭老鲁面的面条 应该是偏油一点 然后呢我只能加了辣油 加了辣油以后面条的口感 就会好一点了 呃当然了 这个只是小九个人的口味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小九的这种厚客 人家面馆开了这么多年 生意也非常好 一定有他的肚道之处 他们家的大肉就是他家最大的特色 确实的 而且非常好吃 据说他鲜良过敏 但是给有的朋友看 你这样子吃大肉真浪费 不如吃大饭去 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两个女的来吃的话 点一碗大肉的面 或者一碗大茶面 然后呢再点一个蛋面 两个人把叫这个粪粪 应该也够吃了 但是像小九的这种胖子肯定不行了 我吃了一份大肉 还吃了摄影师的半份大饭 有个喜欢吃大肉的朋友呢 我觉得可以来厂尝台下这个 南京市最大的大肉 这要我的积极重 我觉得南京市最好吃的 红烫的老路面 是在西界 以前二路低章堆棉 但是后来侧县 不知道办哪变去 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一下 这家店是我和摄影师 逗觉得最好吃的 喝点小酒 关注小酒 朋友们不能讲 我每天都是成狼 我现在也在往成本发展 觉得今天这个 六七大肉面 好不错的朋友 给小酒点个赞 逛方行动 从我开始 马尔姐 谢谢